今天我们来看课本第127页 当元14 互相礼让好处多 那么今天的道德价值呢 就很明显的是关于到礼让 那么来看一下这篇的课文 我们一起来朗读 亲爱的路德春相亲和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各位出席配合礼让月所举办的讲座 身为礼让月的筹委会主席 刚才看到大家都很有秩序的入席 不争先恐后 懂得互相礼让 我心生欢喜 今天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礼让的故事 有六个小孩 帮村长完成了一项任务 村长决定送他们美人一只羊 但那些羊有大有小 有肥有瘦 要怎样分配 才不会产生争议呢 村长把这个难题 抛给那六个小孩 让他们自己想出分羊的办法 那么这个是村长 那么这边有六个的小孩 那么村长就吩咐这六个小孩要怎么样分掉这些羊群 这六只羊 因为他们是有胖有瘦的 有肥有瘦的 那么这六个小孩就开始争议了 我做的比较多 我应该获得大只的羊 不 我做的比你多 我应该获得最大只的羊 他们都根据自己的 办事的能力 来分配这只羊 所以导致了争执 正当大家争论的面红尔赤 其中一个小孩结顺 默默地走到羊圈 羊圈 把其中一只最瘦 最小的羊牵走了 他的谦乱之举 是其他小孩停止了争论 大家在互相谦乱中 顺利地把羊给分了 在社区中 我们经常会碰到 自己与他人利益相抵触的事 如果我们愿意 牵合地做出合理的让步 就能够化解冲突 反之就会导致冲突加剧 最终都得不到好的结果 因此我们应该养成 互相离乱的良好习惯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那么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结顺怎么做呢 为什么他要站着 OK 所以 结顺呢 他是保持有礼貌的退让 不争先抢夺 那为什么他要 这样离乱忍耐 然后不抢夺呢 因为呢 他可能认为 争论并不能导致 这个问题被解决 反而 反而会导致这个冲突加剧 什么是加剧 加剧就是说 把这个冲突呢 变得更加的厉害 把这个争取吵架呢 变得更加的厉害 把这个氛围呢 变得非常的糟糕 所以他也不能够化解 也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 OK 所以呢 什么是离让呢 离让就是有礼貌的退让 不争先抢夺 愿意忍耐和自治 自治就是自己控制自己 做出合理 利己 利人利己的退让 就是说 对自己有利益 也对别人有利益的退让 就是 不会有因为自己的 不会去强调自己过多的利益 反而是 对对方有利 对自己也有利的 自己有得到 别人也有得到的退让 那么他也不会去计较说 自己要得到的比较多 或者自己要得到 因为要根据自己的 这个 做的 做的事情 根据自己的本事 然后让自己得到比较多 他不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争执这个结讯 所以呢 争论呢 并不能解决问题 无休止的争论 就会导致问题恶化 无休止就是 没有停止的争论 只会导致这个问题 更加的严重 最后连可能得到的利益 都会失去 最后连 自己可能得到的最小的利益 可能都会没了 本来自己啊 可能可以得到羊 但是因为自己一直在那边 争论 一直在那边吵着 可能 你连这只羊 一只羊 你都会分不到 最连 连这个最瘦的羊 你可能都分不到了 相反的 如果大家愿意互相谦让 那么反之呢 如果你大家都可以 互相让来让去呢 问题就能顺利的解决 让大家得到想要的结果 然后 如果你愿意让呢 这个问题就很快的 就能够解决了 所以谦让是一种美德 更是社区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生活条件 谦让的行为 会换来别人的感谢和微笑 也会让自己得到快乐 为彼此创造安宁美好的生活 这就是谦让的重要性了 谦让呢 可以让我们的社区更加的和谐 那么大家都可以 快快乐乐的相处下去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金金 金金在面包店里面对抉择 请你帮她完成 思维图 说出正确的做法 那么等一下我们不会去做 这个思维图 等一下你们要做的是 Google form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那么这个金金呢 她想要送一份蛋糕 给她的母亲吃 那么 当她去买蛋糕的时候 她遇到一个 孤儿院的负责人 这负责人说什么呢 她说我想买水果蛋糕 帮孤儿院的孩子 庆祝生日 那么 刚好呢 这个蛋糕就卖完了 那么这个金金心里头就想说 这水果蛋糕是要帮妈妈庆祝生日的 那么这个金金 可以说 她有两个想法 她说 如果不让出蛋糕怎么办 那如果我让出蛋糕会怎么办呢 OK 会有什么结果呢 那么等一下你们要回答这两道问题 OK 所以这个金金就看她到底要不要让出这个蛋糕 那么如果她让出蛋糕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如果她不让出蛋糕会有什么结果 OK 所以等一下你们就想写下来在这个Google phone里面 OK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做出哪一个选择 你会想选择让出蛋糕 还是不会选择让出蛋糕 那为什么呢 OK 所以你自己做出分析 你要分析 不让出蛋糕 与让出蛋糕给孤儿圆负责人的结果 OK 所以如 不让出蛋糕 父母知道后会责备 自己心内心也会感到内疚 让出蛋糕 父母知道后会感到开心 也会称赞自己做得对 分析结果后 你把结果做出来之后 你让你说出自己的做法和这样的做的原因 懂得你让的人呢 内心会充满无法言喻的快乐 所以等一下 你自己要选出你自己想要的结果 你要让出蛋糕的选 你要选出让出蛋糕这个抉择呢 还是不让出蛋糕的抉择 可以进行创作里让标语比赛 然后将标语贴在社区的学校 会馆 图书馆 民众会等等 提醒居民实践里让的精神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有一则标语 里让是美德 安全是幸福 多一份里让 多一份快乐 这也是一个标语 所以等一下你们也要想一下 这个关于里让的标语 你可以用马来文的 英文的 华文的 全部都可以 比如里让三分 和谐十分 人人实践里让 处处有爱文心 等等的标语 等一下你们要写的标语 不要朝这边的 你自己去动动脑筋 去想一下其他的标语 其他的标语 OK 好 这是你们要做的功课 要写下姓名 请写出两项里让的行为 OK 你在生活中 你有做过什么里让的行为 比如说排队时候 你里让你的同学啊 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里让的行为 还有在生活上 或者在社区里面 你有做过哪些里让的行为 你都可以写出来 OK 那么参考第129页 如果你不让出蛋糕给孤儿院负责人的结果 是什么呢 OK 如果你让出蛋糕给孤儿院负责人的结果 又是什么呢 你可以写下来 你会选择让出还是不让出蛋糕呢 为什么呢 然后写出有关里让的标语 等一下你要写出这个 有关于里让的标语 你选择一个 你想了 然后你写出来不要不要抄课本的 OK 你可以用马来文 或者用华文来回答这边的问题 OK 全部都可以用马来文或者用华文来回答 都可以的 好 谢谢同学们 我们的确认 了解决 决定